大家好,我是威郎 那今天呢,來到這個仁愛山的菁英川呢 那我們要去找什麼秘境呢? 就是菁英溫泉 那現在呢,這個路呢,它在整修齁 它做一個布拉魯橋興建工程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 好,那我們現在就跨過這個鐵鏈 然後慢慢的往下走 那以前是可以擠摩托車啦 那我今天是開擠摩托車啦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在整修 那就不能開下去了 那就讓我的阿嬤跟我爸在車上等我 好,那現在看到這個民宿呢 就代表呢,我們進到這個岔路口喔 那因為這邊也在施工喔 所以他們就立這個牌子 那就代表說,如果你進去發生危險啊 就是要自己負責這樣 那現在我們就往前面走 這裡以前有一個民宿在這邊 蠻漂亮的 好, что我們可以看呢 好,那現在我們就在那邊 山頂慢慢走下來到這個溪谷 那它的施工工程就在下面那邊拍給大家看 它就整個河床的附近在做一個施工的建築 那我來這邊就會非常的輕鬆 那因為它的工程沒有期限 所以這段時間都要用走的下來就沒有辦法 除非你是碰到那些工程的大哥 它可以順便在你上下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往下 去看看這個靜音野溪溫泉長什麼樣子 那這一路都是下坡那代表等一下上坡 應該會非常的辛苦 但沒關係就當做運動 好那現在是9點55 然後抵達這個情人橋這邊 那前面既開了很多人要搭那個帳篷喔 好在情人橋前面這邊就是我們的靜音野溪溫泉 那現在這邊是工地啊 所以經過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我現在剛才過來的時候 結果那個刮土就在綁在那個鋼筋喔 我現在是有狀態的 有狀態的照片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 那一輪到哪一輪到海底 那是有狀態的照片 其實有狀態的照片 有物人的鋼筋 有狀態的照片 就是有狀態的照片 所以那些什麼地方 那剛剛那邊呢就是溫泉區 然後旁邊很多人搭帳篷 然後在那邊泡溫泉 那這個溫泉的主路頭在這邊 你看有沒有煙綠色的 好 那我為什麼要一直往上走離開這個溫泉區呢 是因為呢 上面還有一個祕境 那我們現在就沿著這個溫泉呢 一直往上去找這個祕境 看網路上他說大概走十分鐘就會到了 那我們就慢慢的往上走 好 那這邊開始進入這個峽谷地形 那我已經看到那個瀑布了 非常的壯觀 在這裡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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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瀑布的旁边呢 有一条路了 这个岩壁的 走上去呢就是去云海温泉的路径 那今天呢我们就没有要去 那我们就直接回程 回去 那个精英温泉泡一下 我们就往上走了 那这个瀑布的旁边呢 有一个 特别的情况 就是这个水帘洞 那水帘洞的旁边呢 你会看到绿色这个 这个是温泉 好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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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泉 那這裡呢就是菁英野溪溫泉道 然後算是一個比較親民的一個溫泉 那現在因為在修路所以比較不能開車 那你直接用走路的方式 那如果以後那個路修好之後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到這個溫泉 那上面剛才有看到這個菁英野溪瀑泊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坐在這個地方 泡著溫泉 那溫泉的泉度大概是 45度左右比較燙一點 那這邊好幾個溫泉湯匙 然後就被前面以前泡溫泉的人 然後把他們把它圍起來 那這邊就有一個路頭 那這邊非常享受的一些是 那就可以邊泡溫泉邊欣賞這個塔羅灣西喔 一線之隔 那邊是冷水喔 就是熱水 那邊是冷水 冷水 就飽入了 說一下 好 真的 好,那我們先要經過那個 情人橋之後呢,就要開始 一直抖順 好,那剛剛從那個 靜音溫泉上來啊,碰到我的 算是粉絲吧 因為他有看我影片啊,然後就知道一下 你好,還在掰掰 他在掰掰,然後他在果菜人之後 當保險員這樣 那如果有需要保險的人可以找他買一下 那我這邊附一下他的那個 聯絡資訊 好,感謝他,因為不然他走路上來可能要走一小時多 那感謝他起摸車載我上來這樣 那謝啦 好,做完最安全啦 OKOK 掰掰 有,來花蓮找我 OK 好,那感謝我的 算是小粉絲,他叫掰掰喔 感謝他載我上來,不然我可能要走一個小時才可以 你的那個,好漢坡上來喔 應該會非常的累 那謝謝他騎 啊,機車載我上來這個 減少這個時間這樣 那今天這個 靜音野氣溫泉瀑布呢 跟溫泉呢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個密集見,掰掰 再見這團家 謝謝大家 約 按 按 按 感谢观看